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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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豪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台新point 是什么呢 今天来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豪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点数计划的部分 台新银行呢 它在2024年开始 它开始把它自己旗下的 这些热门的信用卡 都改成台新point的点数回馈 比如说玫瑰Giving卡 然后还有这个 阿哥哥卡 然后还有这个 Richard相关的另外一张是 Flygo卡 全部都改成这个 台新point点数 那甚至我们上个月 跟大家介绍过很夯的 这个太阳卡玫瑰卡 它其实也有这种 所谓的权益选 天天刷过大笔刷的 这个部分 它也都是改给 台新point点数回馈 那大家就很好奇啊 就是像这样子的point点数呢 是划算的吗 大家都会想说 你给我点数 基本上 没有现金回馈好用吧 对不对 如果我是一个小资子 我一年又刷不了多少钱 那我是不是干脆 就用现金回馈就好 那我为什么要用点数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台新point的点数 到底要怎么用 还有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台新point点数呢 它事实上在银行的分界里面 它有几个不同的项目 比如说你可以参加行销活动 可以拿到的叫做台新point 那如果你是刷卡取得的 叫做台新point括号信用卡 它的这个分界呢 其实跟国泰世华的小数点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参加行销活动 可以拿到的是小数点 那如果你刷卡拿到的就是小数点括号信用卡 所以这是有差别的 但是呢 台新point跟国泰世华Cube卡的小数点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他们的点数效期 比如说 如果你是刷卡累计的就只有两年的效期 但是呢 这个国泰世华Cube卡的小数点呢 它给的是三年的效期 所以是不是大家在使用上面 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压力 所以这个是中间的这个差异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新point呢 它有针对这个无线卡的等级呢 有给到比较好一点的效期 就是台新行指定的无线卡刷卡累计的点数呢 叫做台新point 然后dash无线卡 那它的点数呢 就不会过期 所以我在想的是 如果你本身是无线卡的会员等级 那么你刷卡累计的所有点数 通通都是没有效期 我觉得那这个就很有竞争力了 但看起来好像是 你必须用那一张无线卡刷 才能够累计没有效期的点数 但问题是 有这个高额回馈的点数呢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普通的卡片 它绝对不是无线卡的等级 所以这样子看一看 我觉得说 又好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所以这个台新point 它的这个点数效期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到底刷哪些卡片可以累积这个台新point 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分析过 就是台新的四张很厉害的卡片 第一个是台新玫瑰Giving卡 它也是回馈台新point 那它的回馈呢 基本上是你平日一趴 节假日的部分呢 是三趴的回馈 那它的回馈上限呢 是每个月可以刷到十万元 这一块是还不错的亮点 但如果你都是平日刷卡 然后你又不是指定在假日刷卡的部分 那这张卡片可能就不适合你 那第二张卡片呢 是台新的agogo卡 台新agogo卡呢 它回馈的以前是现金回馈 直接到你的账户 但它后来就改成台新point点数 那它这个点数呢 基本上是0.3%回馈无上限 那符合它的这个活动加码资格 你可以拿到3.8%回馈 等于是额外加码3.5嘛 那回推起来呢 大概你一个月可以刷2.8万 这28571元都可以拿到这个3.8%的回馈 哪些通路呢 比如说LivePay 全支付 全银家配或台新配 或者是 蝦皮 Momo PC用Yahoo Amazon跟Coupon 或者是agodatrip.com booking.com Airbnb hotel.com 跟Expedia等等的 其实这些通路都是它的指定加码 3.5%的通路 那么你常常在这些通路买东西的话呢 用这张卡片有3.8% 我觉得是OK的 那再下一个是台新的flygo卡 台新flygo卡 其实它在 应该是2019年推出到现在 大概已经有六七年的历史了 它一开始回馈的是刷卡机 然后就是折理账上金额 那后来呢 它也是在今年改成 回馈台新pon点数 它的规则一样就是 如果没有任何的 就是绑定账户扣角卡费 还有台新richer账户扣卡费 跟这个电子账单的话呢 你只有0.3%回馈无上限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开户 然后并且绑定账户扣角卡费 完成它的这个基本的任务资格 才可以拿到额外的加码 也就是说在海外最高 可以来到这个3%的 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么它的指定通路呢 也有到5%的回馈水准 所以这张卡片呢 你把它拿来做海外消费 我个人觉得是还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 那第四张的话呢 就是近期很夯的 这个台新太阳玫瑰卡 它就是指定通路 有3.8%的台新Port点数 回馈无上限 那你可以切换两个权益 一个是天天刷 一个是大笔刷 天天刷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拿来买什么 高铁票 或者是你可以去小期 全家买东西都有3.8% 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你要去餐厅买东西 或者是指定的百货 去做消费 那么你把它转成大笔刷 你一样可以拿到3.8%点数 回馈无上限 那一天一个人可以转换一次 好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目前有加码算是还不错的 尤其是这种点数回馈无上限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问题来了 一点换一元 这种折抵账上刷卡金 或者是折抵当次消费的 这个呢 是所有的点数卡 都做得到的功能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有没有一点大于一元的 这个折扣优惠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大家比较关注的 但是呢 台新这一块 它其实并不想做 所以很可惜 它的点数兑换的 这个超级优惠的资格呢 在2024年9月27号起就没有了 因为它目前呢 在活动开始到9月26号以前 你可以用270点的台新point 兑换1000里的亚洲万里通 这个换算起来 大概是7点1元1里 是很划算的 但是呢 它从9月27号起呢 它的兑换比例改成 10点的台新point 兑换亚洲万里通18里 所以换算起来 大概是14元累计1里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划算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张卡片 如果你把它拿来兑换里程 感觉起来不是想象中的 那么的超值 包括就是中华航空的部分 它的兑换比例是 每13点台新point 兑换华航12里 这是2024年9月1号起 那长荣也是 长荣是台新point 每11点兑换13里的长荣里程 这换算起来呢 中华航空大概是28.5元1里 那长荣的话是22.2元1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兑换的比例 都比他们自己本身的 联名卡的刷卡回馈还要懒呢 所以就没有 不要去用了嘛 这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一开始呢 我以为这个台新 它推出这个太阳卡 跟悠悠卡的这种 权益自由选 然后3.88点数回馈5上线 是要来跟Cube卡对打的 但是Cube卡它的底蕴很好 因为它自己本身 原本是国泰的红利点数 来兑换什么长荣华航 然后还有亚洲万里通 那甚至还有其他 14 15家的航空公司的 里程兑换计划 它原本就有了 他们很早就已经有 跟这些里程 或者是饭店有做配合 那它只是把它转换成 小住点的兑换 所以它其实都是 可以去做兑换的 但是它没有因为 就是很多人来使用Cube卡 来累积点数之后 它就把这个兑换比例 就大幅的调烂 当然就是2022到2023 然后2023到2024 都有稍微调整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台信银行是 7月1号产品才刚上线 然后7月底的时候 就公告说 我们马上就要把权益改烂 这种点数兑换的部分 我觉得是 大家觉得Cube值 最高的一部分 那银行它当然是 不想亏钱 所以它就会 很快速的 就是来做直线 尤其台信银行是这种 商业银行里面 最注重就是 不愿意亏损的这一块 包括就是在多年前 它推出这个 生产商无限卡 然后才上市不到一个月 马上就把权益改掉了 就是不让你申请了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发现太多的 就是网友在网络上面 去申请这张卡片 来过度的使用 他们的权益 它会亏很多钱 那这一次呢 在太阳玫瑰卡的 这个权益上面 其实你也很明确的 可以去看到这个情形 过了几年之后呢 台信一样是没有改变 所以你说 你还能期待什么呢 我就觉得 台信银行就是这样子嘛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点数回馈 然后折抵现金来用 很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拿来 当作这个兑换里程 一点大于一元的 方大效果 这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 这个算得很紧 你就没有办法 从这里面 捞到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你是 大额消费的里程一族 请你还是回去用 国内索网络卡吧 因为这个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捞 那我几个提醒注意事项 第一个 它的点数并不是现金回馈 然后你要手动去做折抵 你当然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种现金回馈一样 就是结账了 然后它的回馈金 就是直接入你的 Retra数位账户 然后它可以提领出来现金 没有了 这个世界上 硕果仅存的 就只有大户数位账户而已 如果你喜欢的是这种 现金回馈入账的爽快感 那请你去用大户数位账户 跟大户现金回馈 台新的产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点数 只有能够使用台新配的时候 可以折抵 但是其他的通路 都是消费完之后 等到入账点数拿到了 才能够去折抵账单 所以这一点 你还是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它必须要使用一个APP 叫做Retra Live APP来做折抵 那这一点我也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他们必须要去 就是设计一个新的产品 才能够让你来做每天 就是做切换 那你要去做折抵商品 其实也是差不多 就像国泰优惠 他们的APP 现在改名叫做国泰优惠 Cupid Rewards App一样 就是让你在那个APP里面 来操作点数兑换 干嘛干嘛的 但台新有一点 我很不能接受 就是点数兑换 就是提供这个功能就算了 但是它居然把点数兑换 里程这一块 就直接把它消掉了 然后你就以后 只能够打电话 跟客服来做要求兑换 我觉得这个是太不人性化了 就是怎么会走到车呢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它根本就不想让你换 对就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那第三个就是 你觉得它的点数 可以恒长 9远3.8%吗 这个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因为台新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银行 所以它一觉得 就是亏太多了 苗头不对了 它就一定会马上 做缩水的动作 所以这一点是 你在使用它们产品的时候 要有心理准备 有高回馈的时候 来使用它非常的好 但是你要想好 你自己的退偿机制 因为它是随时 有可能会改的 这个白海图银行 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银行 要狂推这种点数的卡片 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要省钱 我们都知道 其实金管会有公告 通常在经营信用卡这一块 只有第一名跟第二名 可以赚钱 其他的银行都是亏钱的 你觉得台信银行是第二名 它也不是第一名 它是第三或第四名 第一名第二名是哪两家 当然就是中国信托 跟国泰市华 所以这两间银行 它们是确定在信用卡 有赚钱的 但从第三名以后 比如说玉山 然后台北富邦 然后还有台信 都是赔钱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怎么可能 天天年年日月月月月 给你好康 对 它一定是 短期加码记好康 然后把你吸进来之后 反正你也不会马上 就把卡片换掉 然后就温水煮青蛙 然后慢慢慢慢的 权益改到最烂 有些人他就是不想换卡 他就越刷越少 越刷越少 就是回馈越越少 他也觉得没关系 这时候呢 银行他就可以开始获利 就是因为支出减少了 那他的手续费呢 照收 他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 大部分的银行 都是用这种方式 在洗 这个免洗的会员 因为他只要把资源 放在新卡上面 有新的亮点 大家都是喜新厌旧 然后就会办新卡 对不对 那旧卡就权益慢慢变烂 那你又不换卡 那他就可以省钱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种点数卡 对于银行来讲 是有利的 在财务报表上面 是可以加分的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呢 他是扣分的 他是不好的 除非你要很精明的 去使用这些点数 不然基本上我觉得 亏钱啊 亏本的 基本上是占大多数啦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大家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 一直解说跟介绍 国内数码Cube卡 多好用 然后点数兑换 什么什么鬼的 可是有些人就是 不会用 不会切换 那到最后 他就是不管刷 再多再少 都是0.3%的回馈 那银行的手续费 大概是1.5到1.8 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刷越多 他就赚越多啊 所以这个呢 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 所以台新朋友的介绍呢 我们就到这边 搞个段落 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仔细地去想清楚 看你要不要入这个坑 不入坑也没关系 入坑也很好 想清楚 自己再做决定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也私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午就见了吧